原来榨菜都这么贵了 小小一盒888 原材料却是几块钱的柴头 芙苓榨菜制作工具 也没有用来 所见张采集回来的青柴头 小具跟风 给全场挂上剂架上 经过半个月烘干 完全自然破址 这是芙苓榨菜 伤害口感的利点 烘干后的青柴头 柴头外部就变软 将它与粗盐一起坐在冈中 加上中午 利用粗盐杀周柴头中 多余的水分和水色味 经过12天后 全时的榨菜就基本完成了 但想要成为榨菜之王 还要继续加工 蒸取腌制后 内部最柔软的菜心 再次皮肤敷衍 加入芙苓当地的密剧调料 80多种 将芭蕉香八角 香料混合 获莱斯汶川的打火炮椒 放入神旧 一起研磨 将研磨好的调料 塑搬每一种榨菜 再放入无水无油的碳子中 为了让榨菜压得更紧实 后人会一边装碳 一边压碳 最后再藏口榨菜 一边压碳 在不断后 未经许是可以用水击松弹 车磨成一场讲究的 鲜榨菜 经历过三清三洗 三盐三炸 最后还要红成芭蕉香 因为芭蕉区域 在这边的温度和沉入的发酵下 沉入芭蕉的大菜 经过五年发酵 促进吃起来清水香口 更形成了别吃一颗的 香味